我们知道在定温的密闭系统中 一个可逆的化学反应 不会将反应物全部变成产物 而是会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但你知道要怎么判断 一个可逆化学反应已经达动态平衡了吗? 想到了吗? 当定温下可逆化学反应达动态平衡时 反应物和生成物的浓度、压力、莫尔数 和颜色等聚观性质不会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外观不再改变的这项特质 来设计一个有颜色变化的可逆化学反应实验 透过观察颜色来判定是否达到平衡 而我们也学过在定温的情况下 当可逆反应达动态平衡时 生成物浓度系数次方的成绩 除以反应物浓度系数次方的成绩为一定值 该数值称为平衡常数KC 且我们可利用平衡常数 来计算出平衡时各种物质的浓度 但你有想过吗? 在不知道平衡常数的情况下 要如何测定出可逆化学反应的平衡常数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设计这个实验 学习如何测定可逆化学反应的平衡常数 由于我们要透过观察颜色来进行本次实验 所以我们选择浅黄色的铁离子 与无色的硫氢根离子 会生成血红色的硫氢酸铁离子的可逆反应 来进行这项实验 因此我们的实验目的为 求定温下水溶液中铁离子和硫氢根离子 生成硫氢酸铁离子的平衡常数 并验证在定温下 同一个反应的平衡常数必为相近值 那么实验应该如何设计 才能求出反应的平衡常数呢? 我们知道这个可逆反应式的平衡常数 可以表示为画面中的式子 假设这个反应平衡前后的浓度变化量为x 我们就可以将平衡常数表示为 x除以铁离子减x和硫氢根离子减x的成绩 因此若要计算出该平衡常数 只要能知道平衡时硫氢酸铁离子的浓度即可 那要怎么知道平衡时硫氢酸铁离子的浓度呢?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假设 当我们以定量的硫氢根离子和远远过量的铁离子混合时 因硫氢离子过量迫使反应完全向右 溶液中的硫氢根离子完全反映成硫氢酸铁 即硫氢酸铁离子的墨尔数 就是原来加入的硫氢根离子的墨尔数 并可将此硫浓度较高的溶液作为标准溶液 想一想 如果使用同一种容器 另外配置一个与标准液体积相同的溶液 采用同浓度的硫氢根离子 但使其与浓度较低的铁离子溶液混合时 新溶液与标准溶液两者的颜色会有差别吗? 根据朗博比尔定律 溶液浓度与溶液吸光度成正比 由于两个同种溶液高度相同 但新溶液的浓度较低 因此颜色会比标准溶液的颜色淡 想一想 若不改变反应物的初始浓度 要怎么做才能让新溶液与标准溶液颜色一致 你想到了吗? 同一种溶液只要溶液吸光度一样 颜色就会一致 因此 在标准溶液浓度较高的情况下 只要使标准溶液光的路径长变短 也就是降低标准溶液的高度 就能使两者的颜色一致 而这个同时看两个试管 慢慢减少标准液 直到两边颜色看起来一样深的方式 称为笔色法 并可得知 溶液生成物的浓度 与笔色管中溶液高度乘反比 因此 我们可以透过笔色法来测量 两溶液颜色一致时的溶液高度 并由已知的标准溶液浓度 来计算出新溶液生成物的浓度X 并透过这个式子 来计算出平衡常数 确定实验目的 实验原理方式后 我们需要准备两项实验药品 一个是含有铁离子的溶液 0.25M酸化的硝酸铁溶液20毫升 另一个是含有硫氢根离子的溶液 0.0020M 硫氢化钾溶液25毫升 实验器材有 吸取配置溶液准确度较高的 分度吸量管 与安全吸球 放置不同浓度溶液的溶量瓶 避免笔色光源自底部漫射出去的平底笔色管 与试管架 标识编号的标签指 笔色光源的灯箱 黑色纸或布 滴管 烧杯 量测溶液高度的尺 以及实验手套 以避免接触到具有毒性的流氢化钾 开始实验前 先准备好要记录实验结果的表格 也就是要记录 笔色结果溶液高度的表格 以及计算溶液中各离子浓度 与平衡常数表格 实验步骤分为 溶液配置与笔色两步骤 首先要制作标准溶液 与数个不同浓度的代测溶液 准备五支笔色管 分别贴上编号0到4的标签指 置于试管架上 再分别加入定量的流氢跟离子 以分度吸两管 吸取0.0020M流氢化钾溶液5毫升 分别放入五支笔色管中 接着制作标准溶液 在零号笔色管中 加入0.20M酸化硝酸铁溶液5毫升 并均匀混合 因为铁离子浓度远大于流氢跟离子 可假设反应完全向右 顾标准液平衡时的流氢酸铁离子浓度 即为混合流氢跟离子浓度的粗浓度 接下来要准备不同浓度的酸化硝酸铁溶液 依照表格中的配方 以不断稀释的方法 分别配置出 甲、乙、饼、丁四瓶不同浓度的溶液 以甲溶液为例 以分度吸两管吸取0.20M酵酸铁溶液10毫升 放入25毫升的溶量瓶 再加蒸馏水至刻度线 使溶液体积成为25毫升 并将溶液混合均匀 此即甲溶液 最后配置不同浓度的呆测溶液 各取甲、乙、饼、丁溶液5毫升 依序加入1至4号笔色管中 第二个步骤是笔色 先取0号笔色管和1号笔色管 分别以黑纸或布包覆其表面 以避免四周光源的干扰 在灯香光源上面进行笔色 由管口上方向下俯视 用低管先吸出较深色的0号笔色管溶液 放在干净的烧杯中 直到颜色与1号笔色管相同为止 最后量测并记录两支笔色管的溶液高度 接着重复步骤1至3的笔色方式 以同样方法在灯香上同一位置 观察颜色变化 避免灯香光线不均造成误差 分别进行编号0的标准页 和2、3、4的笔色 并记录溶液高度 实验完成后 首先就是利用笔色原理 溶液生成物的浓度 与笔色管的高度乘反笔的定律 根据笔色后溶液高度的结果 推算出各笔色管溶液平衡时的 硫氢酸铁离子浓度 想一想 铁离子和硫氢根离子的粗浓度 是否就是酸化硝酸铁溶液 与硫氢化钾溶液的浓度呢? 因为两个反应物是以等体系混合 所以铁离子的浓度是酸化硝酸铁浓度的二分之一 而硫氢根离子的浓度也是硫氢化钾溶度的二分之一 你答对了吗? 接着我们可透过已知的反应物出使浓度 和前面计算出的硫氢酸铁离子浓度 先分别计算出反应平衡时 硫氢根离子与硫氢根离子的浓度 然后再计算出各笔色管对应的平衡常数 最后可以计算出平衡常数的平均值 实验做完了 但你有想过 这些实验过程产生的溶液或物质 该怎么处理吗? 由于很多化学物质 会对人体或环境造成伤害 本实验产生的废弃物包含 硫氢化钾 极硝酸铁 都是属于无机眼类 必须倒入重金属类肺液桶中 交由环保单位处理哦 学习完平衡常数的测定实验 最后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